有多隻可以拖了 當作豬這樣拖 如果想進步 大家可能會問我怎樣玩得更厲害 就是拿著這把手槍加上刀 這樣就... 然後就可以殺人了 就得... 為何看不開? 為何這麼看不開? 哈哈哈哈 為何看不開? 為何弄爆他? 歡迎第一集是CFD ADVANCE WARFARE 今天是第32集 沒有數錯了 今天檢查清楚 終於不用再記上一集是幾集 然後數了 那就是打Urban的 Surch and Destroyer Urban是一個DLC的場 也是建議大家去下載的 雖然是要付少許錢 但這場真的挺好玩的 通常DLC的場都是比原裝的好玩的 不過有些人可能不是這麼想 然後誒課金 其實買場關貨也算是課金的 但也不會... 其實有錢也沒用的 這遊戲 真的是講技術的 對吧 哈哈哈哈 那就是這個Surch and Destroyer 照舊 但我們有點不同 我們是用這個Shot Gun 誰說呢 這個Surch and Destroyer 是不可以用Shot Gun的 是不可以用散彈槍的 但就有很大的危險 就是因為 當你被人發現的時候 如果人家遠距離 發現你 你就會... 就會這樣 明白嗎 即是一開始 Spawn了出來的人就會CAM 然後就殺了你 那你的命就沒有了 那你就要看其他人玩 哈哈哈哈 所以 衡量自己 通常在世上 很多轉彈位的 才用散彈槍 就這麼快 如果不是也不要用 因為真的很危險 很危險 只要遠距離 人家一看到你 你什麼都做不到 因為你的Shot Gun 你攻擊力的範圍有限 所以人家如果是步槍 機關槍 那些就GG了 對了 這個就是今天的Breathing 就是用這個Shot Gun 在Urban的場上 這個Surch and Destroy 對了 最後有些很搞笑的事情發生 不過我稍後再說一下 今天想說什麼呢 今天想說 大家有沒有聽說 叫強迫症 強迫症 應該有吧 很可愛 我相信我認識很多 我認識很多人 十個有九個都有 其實我不敢 醫生的角度來說 是一個病 總之你不正常 你就是有病 其實他們是這樣 你不正常 你就是有病 其實我不覺得 這是一個病 因為有些人是 患了一半這個病 或者完全患了這個病 或者患了四分一 或者四分三 或者五分二 或者五分四 或者六分四 總之不同 但是 就是每個人有少少 有些人完全 有些人也很少 這個強迫症 英文叫什麼 Obsessive Compulsive Disorder 簡稱是OCD 這個強迫症是什麼呢 就是當有些 你要 怎麼說呢 在你的腦 It's all in your mind OK 就是在你的腦裡發生的 就是有些事情 你不做 你是不舒服的 大家有沒有什麼 大家如果知道 知道自己有強迫症 強迫症的話 大家分享一下 真的想知道 有哪一種類型 我不是說有問題 我覺得是正常一點 因為有些位置 其實你不能說是強迫症 就是強迫症是什麼 就是有些事情 如果你不做 你是很不舒服的 就是你不會死 你不會說 啊啊啊啊啊 一定要 不是那些 就是你腦裡是真的 如果你不做 或者有些事情 不做出來 或者有些事情 不是你想的 你的腦裡 會覺得他很不舒服 很等著 你死都要做 有什麼舉例子 很常見 我最想知道 你們有什麼個人經驗 但我常見的例子是什麼 真的很搞笑 不是搞笑 有趣 就是 這個 如果這個Google的搜尋 試一下Google的力量 去搜尋這個強迫症 通常呢 頭幾個結果 都會說 重複洗手 大家有沒有這個強迫症 洗手強迫症 就是這個呢 你洗一洗一洗手 落簡直 落簡直 擦到好暈 洗極了 都會覺得很骯髒 不是骯髒 也怕完全洗不完 那些細菌 不斷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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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強迫症 做了夜晚的時候 第二個例子 就是夜晚的時候 想睡前 死都查一下這個 家裡的門有沒有鎖 我覺得這樣不是問題 但是 重複 兩三次都不是問題 有時候可能不記得 有時候不確定 搞清楚 真的不要被人偷東西 進來 但是如果你重複十次 有些人是十幾次 二十次 不斷搞到自己睡不著 不斷出來 去檢查那個門 看看有沒有鎖到 看看害怕被拆進來 這些是強迫症 大家有什麼 有什麼 有什麼 例子 發生在大家的身上 有什麼強迫症的例子 發生在大家的身上 分量一下 因為真的有 周遜自動 對了 另外一件事 這個 英文叫做什麼 英文叫做 Inability to discard anything 就是 其中一種強迫症 就是在中文人名 是沒有這個 強迫症 有這個強迫症 去不扔所有東西 但我相信 我認識大家人 很多人 我認識不是大家人 我認識很多人 都是有這個問題 就是 我不是說它便宜 還是什麼 但是它是 總之你叫它扔東西 它是很靠近的 就是很靠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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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省東西我覺得是 正常的 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 去到一個地步 就真的有點過分 就是你叫它 就是譬如 我不知道 就是你叫它 飲完包子包 蘋果汁 或者蘋果汁 或者蘋果汁 隨便 然後它是不會扔那個 那個 但是 這個很難分 它不會扔那個紙盒 它是很難分 它又不知道 它是否真的 終極環保粉絲 還是你也知道 它真的有這個強迫症 但是 總之呢 你叫它扔任何東西 它是很不舒服的 可能最後它也是有扔的 但是 其實 有沒有扔 結果不重要 你明白嗎 就是它最重要 聽到那件事的時候 有聽到它覺得不舒服 已經是證明了它 就是總之它不舒服 那一刻聽到 嘩 這個DoubleQ 就是已經有這個強迫症的證明 總之你 你感覺到強迫症 如何證實呢 又是 這個人 怎麼證實呢 就是 當你聽到這件事 你覺得不舒服 你已經是有強迫症 我不管你結果還有沒有什麼 可能有些壞事發生 例如洗手那個 有些醫生說 最後慘到 是不斷洗 洗到皮爛了 乾了 神經病 起了枕 那就 那就不要了 那大家有什麼強迫症 我可以分享 真的很想知道 因為真的研究了很久 醫生的角度 是沒有得意的 這件事 是全部在你腦裡發生的 是沒有得意的 絕症 來的 還有一樣 對 我自己都有這個問題 我自己 我究竟是否有強迫症 對 就是裝這個做這個 大家都可能有這個經驗 大家正在讀書 有讀書的朋友 我要分享給你們 你們考數學 考試的時候 你有沒有試過 明明是很簡單的數 可能整體來說 一條很難的數 但很難的數 都要中間牽涉到加減成除數 很簡單 你有沒有試過做這些 加減成除數的時候 不斷重複檢查 起碼超過正常時間 用來檢查這個 這個答案 就算你按計算機 或者心算也好 或者手寫也好 有沒有用超長的時間 或者用了很多重複次數 來檢查這個答案 加減成的答案 是不是對 這個強迫症 真的害到你 浪費了很多 答其他問題的時間 如果真的有這個強迫症 真的很慘 完全浪費了 其實真的可以拿來考慮其他更難的問題 但你就用了時間 因為你未看之後的題目 你就用了時間來看 唉 真的 很慘 如果真的糟糕 這個 強迫數學 檢查答案證 大家有沒有試過這件事 我個人是有的 我真的 因為很簡單 我可以用五分鐘 不斷檢查 我真的害怕錯 但你又不能說是強迫症 你明白嗎 你真的害怕錯 我真的想是完美主義者 我真的想答對 不想失分 但是 又不斷 唉 很矛盾 你明白嗎 但這裡有個人 現在是一對一 接下來就是很搞笑 不如我們播歌吧 我們播歌吧 剪輯 不可能 就是 是 高度 學衩 很瘋 你究竟有沒有這個Obsessive Compulsive Disorder 這個強迫症 分到下面留言 真的很想知道 這次的問題就是 總共在這個影片中 用了幾次刀去擊敗地 就是這樣 多謝大家收看 我是JZ Bye Bye 每次最後講這些都是強迫症 笑也是可能 神經病